另外即將完工啟用的狀為上大幅抽水站 近來有民眾發現 飲水道的護欄過低 擔心沒有防護功能會造成意外 而經過地方向公所反映 第一河川局也辦理過會堪 為了安全考量 最後一次決定加高護欄 後面中的飲水道深達4米左右 不過一旁的護欄卻只有50公分 因此地方民眾擔心 這對小朋友可能潛艦危機 對此狀為公所邀請河川局 跟車水站的包商前來了解 尤其引到兩岸的高度不同 讓地方無法理解 而河川局表示 南岸部分有防汛道路 所以護欄較高 但是北岸鄰近石油土地 相對高度較低 不過地方既然有需求 將會要求包商增高護欄 他們到的高度和路面 這個漏差太深 旁邊負欄和地面都太多 怕旁邊這裡的小朋友 或是說人家在探訪 把他們帶進去 所以今天我們特地 拜託我們一和幾公務 口庫長到現場來獻勘 我們可以把北邊這邊的負欄 再抓緊 那在北岸的部分 那我們地方的建議這部分 我們考量有安全性的問題 我想在我們考慮到安全 避免說耳後有小孩子靠近的話摔下去 那所以這部分我們會加到 跟南岸一樣高 那整個上大府大概我們現在 只剩下AC路面沒有打而已 那大概我們預計在4月底之前 可以發揮整個防汛功能的 目前上大府湊水站已經完工 預計在4月份就能試運轉 解決地方淹水問題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